講這些無聊的事 我就會跟我婆婆講說 媽 我就會很雞婆 因為我覺得說 妳給她阻止掉啦 說唱道端 好高興喔 妳應該要加入這個 我告訴妳 我就是一個完全沒辦法加入 我們常常一家人在泡茶 我就是那一種 妳不要再說 那個不要講人家這些事 然後我就會看妳去去切碎貨 對 我不喜歡妳 真的喔 那我小沈就會喔 因為我後來發現 因為我後來問我小沈說 妳為什麼有辦法忍受 因為她是個上班族 那我想說上班族 妳怎麼有辦法忍受 跟我婆婆在那邊 她可以跟她講很久喔 真的講很久喔 我有一天很認真聽 然後她也是一搭一搭說 對啊 怎麼會這樣 對 我就說妳到底聽不聽得懂 我現在有一天真的很忍不住 因為我小沈是個外省人 結果我後來兩年後 我終於搞懂 其實她根本聽不懂 我婆婆在講什麼 妳知道嗎 但她還是一直在搭腔 我就是這樣 我都聽不懂 我還在搭腔 然後就是瓜子啊 糖果啊 剝餅乾啊 然後對喔 是 然後剝水果 所以我婆婆就喜歡她 妳就不這樣吃 妳知道公婆不喜歡 尤其是女人到了一個年紀 不喜歡人家教訓的啦 妳不用當教官 妳懂我意思嗎 對 而且妳不管是語言聽得懂 聽不懂 妳只要聆聽就好 我跟妳說 有一個朋友就是 她跟她走禮的關係也不錯 可是她走禮就是 整天會打電話來埋怨 她良家的事 還有她老公的事 那她跟我講說 瓜老師我也不是 我說妳不是專業諮商 所以妳千萬不要給意見 因為妳們是走禮 妳們牽涉是夫家良家 跟妳們自己的家 搞不好兄弟就絕交 然後父母親公婆就不來往 所以她說怎麼辦 就要向妳小神 都回應那些不用負責任的話 所以她一面打牌 她一面在打牌 然後她那個 走妳打電話來 然後不要再講 然後她說真的 然後就 怎麼會這樣子呢 胡了 她那邊就儘管講她的 她有在聽 可是她都不跟她回嘴 她就真的嗎 怎麼會這樣子呢 是喔 哇那怎麼辦 從來不給她做答案 妳不是不要講 關妳屁事啊 妳們不要做三姑六婆 對啊 妳怎麼可能討喜 妳連朋友都不能討喜 等一下等一下 不要讓她再有壓力了 只有應該這樣講 我剛剛說妳很Man的原因是 從這個 就是最早的那本書 什麼誰來自火星 誰來自土星那個 就已經講出來 男人跟女人不一樣 男人呢 他要的就是目標導向 我替妳解決 什麼事 好 那妳這樣右轉 十分鐘就到了 對… 女人不是 女人要的是情緒的共鳴 跟宣洩 所以我們才 你知道去做指甲的地方 出頭的地方 她說啊 我跟妳講 那個指甲對… 那個修指甲 就一直幫妳罵那個人 她也不認識那個人 她就會這樣 然後妳就覺得 她好懂我 對… 女人就是這種 妳不喜歡罵 可是我沒有辦法 我真的不喜歡這樣子 對… 妳適合出去打獵 真的嗎 不是…我覺得 只有個個性是個正直的人 對… 可是又是個正直的人 可是她擺的地方不對 我婆婆幫我小叔 買了一個房子 那我其實很雞婆 你知道嗎 我說妳不要給她帶太多 妳就一個月到一萬多 不過我還雞婆做… 我曾經做過一件更瞎的事 你知道嗎 我到現在還覺得說 其實我自己到後來 我有自省能力 我也有 所以我現在懂了 所以我現在簡單在家裡 就閉嘴當沉默一點 對… 因為… 前一陣子… 因為前一陣子 我婆婆幫我小叔 買了一個房子 那我其實很雞婆 你知道嗎 因為我婆婆 還是會來問我們的意見 因為我們是大嫂 我們是大哥 就說怎麼辦 那她應該給她多少貸款 怎樣怎樣 我還很雞婆 我說妳不要給她貸太多 妳就一個月到一萬多塊的負擔 但是一定要讓她有貸款 不能沒有貸款 不然她就沒有努力的空間 我只是很雞婆的 這樣做一件事之後 當然啦 回來看沒有貸款的 被妳一講 沒有很多 不是…我小叔沒有不高興 不是…我小叔跟我小沈都還好 因為她覺得 我婆婆小沈也覺得OK 因為她覺得 讓她老公有點負擔 就是…因為… 那是誰不高興 因為這住我們家嘛 所以她是弟弟 她永遠都覺得她是小的 她這樣有一天 她終於可以成家立業 自己搬出去了這樣 是我婆婆會覺得說 她聽完之後她就覺得 妳怎麼那麼計較 妳怎麼讓我兒子吃苦 真的 真的 因為這個大嫂沒肚量 真的 可是這樣子 對不起 可是這樣子對妳來說是不公平 不過話說回來 真的不關妳的事 王老師 我跟妳講 只有 如果婆婆問妳這樣子的話 我跟妳講 聰明的 聰明的 矯情的 有智慧的 集一身的大嫂 就會說 媽 錢是妳的 只要妳願意 怎麼樣都可以 對 所以我沒有去演甄嬛 你看 可是我跟妳講 只有我有一個個案 它是一個後來財產分配的問題 一直都認為說 婆婆比較不喜歡 那個跟姿佑一樣 比較直的媳婦 可是呢 其實婆婆心中 公婆心中 只有一把指 最後在財產分配的時候 我去當見證人的 她就說 妳大嫂子加入我們家 二十五年來 做牛做馬 所以這一筆是退休金 任何人都不能干涉 苦盡干擡 還以為是希望對不對 對 我這個故事 講給妳公婆聽的 我比我還生小孩幾年 花老師講的這個 我妹妹就是 親身的體驗 因為我妹妹 我那個妹妹嫁過去是第二的 那因為老大是娶了一個 是我們台灣有名企業的女兒 所以當然大小姐過來 什麼都不用做 而且她也是一個醫生 然後呢 當初就是因為她們兩個相愛 然後來我家提親的時候 她那個婆婆跟我講 我媽媽也在 然後我老公也在 那我弟弟他們都在 然後她講了一句話 我很難過 她就跟我妹妹講 她說 我們家是比較有錢 我們家的 大家小孩也學很高 因為我是鄉下小孩 我們真的很 你看我六十歲了 那我妹妹差我幾歲 那個年代 就是能夠讓妳讀高中 就不錯了 那我們就是高子 就是我們是 讀那個職業學校畢業的 然後她就說 妳學這個學校畢業 妳也沒有一技之長 妳不像我的大媳婦 可以幫忙看醫 看就是當牙醫 可以看病這樣子 以後妳不要亂談 妳家比較沒錢 就這樣子跟我們講 就這樣講 然後我當下我就 他們一回去 我就跟我妹妹說 妳為什麼要嫁 妳為什麼要這麼的美股氣 因為那時候 很多馬接的醫生也在追她 我就說 妳為什麼要自討美氣 到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讓我們大家都受到 這一種的侮辱這樣 但是她就跟我說 她真的會她不嫁不行 因為她很愛很愛她 好啦 後來嫁過去以後 因為大嫂很有錢 然後她們就移民了 然後在台灣 因為小的還沒有結婚 那在台灣就是 我妹妹要全部打理 晚上睡覺不能關了房門 因為婆婆是一個 就是已經就是老公後來走了 她哪裡不舒服要挨一聲 妳就趕快要衝過去 然後還要幫她按摩 肚子很大快要伸了 都還要幫她按摩 後來她們也一起移民到美國去的時候 婆婆過去的時候 大嫂都不照顧 錢不要我妹妹照顧 這樣子一路走了大概二十幾年 真的有一天 她跟我妹妹說 我已經遺書寫好了 以後財產有多妳一份 我已經跟小孩子都講好了 這一份就是因為妳的孝順獎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子 也有一點點心裡會有一點寬慰 我覺得總算就是 婆婆有一個名理的一個地方 然後她就是心中那一把尺 真的是有拿捏得很好 我其實有某種程度覺得 中國人很特別 我們一直強調孝道 強調家庭的倫理 但是又沒有去講到一個對等關係 不是說年長的就一定可以 就是好像與虛與求 然後這個践踏妳的人格 然後這個干涉妳的生活 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剛好年前讀了一本那個 我不確定那四個字正不正確 一個日本作家 他寫的家庭主婦殺人事件 他就是幾個真的已經悶到不行了 有一個是老公在那邊喝酒 然後把他存款花光 他本來要換新房子 或給小孩的學費花光 然後又迷上酒家女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剛剛講 那個婆婆臥病在床 臥病在床 然後那個幾瓶大空間 又是拔屎把尿 然後婆婆躺在那裡 嘴巴還不饒人 怎麼樣還不快點過來 你現在上班了不起是不是什麼 就幾個鬱悶的家庭主婦 最後當然不是說蓄意殺人 而是不經意不小心 你知道你看到那個 你反而會同情這些家庭